花莲县平均每个月需要用血3500代的血液 不过近期受到低温的影响 民众兼血的意愿降低 而自己量只剩下了3000代 目前台北也因为血量不足 无法支援花莲 因此祭出了献血令 花莲兼血中心是结合花莲市国联巡守队 17号的上午是在花莲市明里国小附设一文圆前 举办了110年花莲地区捐血业爱心公益捐血的活动 希望民众能够踊跃地捐血 以储备年假期间的医疗用血量 每逢年节前后容易发生血缘短缺状况 加上近期寒流一波波 感冒民众多 捐血人数大幅减少 去年更因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血缘缺目状况不如预期 于是花莲捐血站结合花莲市国联巡守队 17日上午在梅里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举办110年花莲地区捐血月 爱心公益捐血活动 号召民众晚数捐血 去年下半年因为整个疫情比较趋缓 所以整个用血量其实 跟前一年来比其实大幅的增加 然后再加上我们前车时 其实应该天气寒冷 整个气温明显下降 因为捐入的变少了 那用血的又大幅增加 所以可能库存很低 每年过年春节前 我们捐血中心就会办一个捐血月的活动 那今年的话是1月10号到2月10号 那是捐血由你爱不止息 那目前来说因为天气寒冷的关系 用血量增加 然后捐血因为寒流 多波的寒流 造成大家出门的意愿也降低 所以用捐血量也下降 那目前花莲地区的库存 只达到4天而已 那离我们要在过年前达到10天的目标 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那目前在意愿端来说 都还有限血的活动 在紧急的情况下才能捐血 才能输血 那希望乡亲们能够踊跃来捐血 那目前以花莲地区来说 O型血是最缺的 希望大家踊跃来捐血 现在各血型平均库存仅剩4天 其中又以O型最缺不到4天的量 目前台北也纳血荒 无法支援花莲 医院目前也都有限血措施 紧急状况才会输血 花莲均血站表示 血库存量至少要维持10天9000代 以及其联系各机关 学校及军方团体等单位募血 也希望民众能够踊跃捐血 一起储备年假期间的医疗用血 让需要用血病患都能安心接受治疗 藉此讲帮演 花莲市报导 帮演 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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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decir语 花莲出断 花莲 花莲